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每次讲笑话都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笑话 我自己再看一次都还是会笑得出来 就经过精选的 这样说好了 他标题说 A king had 10 wild dogs He used them to torture and kill any minister that misguided him 所以国王有十只 wild dogs 什么叫wild dogs 你可能会翻译成野狗对不对 可是他拥有这狗 所以这狗怎么会叫做野狗 或者我们俗称为流浪狗呢 所以同学就要理解wild这个字 其实他表达的是狂野 所以这是十只狗的个性狂野 并不是生存状态是野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 所以街上看到那种我们叫流浪狗 我们叫他straight dogs 所以wild dogs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猫呢一样啊 如果你说straight cats 那就是流浪猫 你说wild cats 那讲的事实上就是这个猫个性比较野一点点 OK 并不温馴 所以这个wild 并不是那种住在野外的概念 所以他有十只wild dogs 他用他们来torture 也就是虐待 以及会杀任何的minister 这minister就可以理解为 也就是他的政府里的部长之类的 那这些人给他错的意见 misguided him 那minister其实也有其他的意思 像例如说教会里面的牧师也叫minister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段说一样我们就不重复了 第二段他就说了 a minister once gave an opinion which was wrong and which the king didn't like at all so he ordered that the minister to be thrown to the dogs 这里一小错 我们先看 所以他曾经一个minister 一度曾经给错了一个意见 gave an opinion 而这是错的 which was wrong 而这个国王不喜欢 the king didn't like it 怎么可以说错呢 所以他就命令 命令这个minister被拿去喂狗 be thrown to the dogs 这一个to 事实上是文法写错 这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讲文法 但我们先不讲 我们把故事看完再说 接下来说 the minister said 所以这个部长就说了 I served you loyally ten years and you do this I served you 所以他说我 我服务你啊 一个很有忠诚度的 loyally for ten years 持续了十年 少结一个佛丹 无所谓 然后你就这么做 你要把我丢去喂狗 the king was unrelenting 这国王呢 什么叫unrelenting 所以我们理解一下 relent这个字 其实 我们常看到的一个词 叫做relentless 那relentless 大概被理解为是 有毅力啦 坚持不停啦 甚至还有无情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坚持不停 跟无情是同一个概念 其实是很合理的 合理的原因是 这样假设今天你做一件事情 你很有毅力 你一直不停 可是好像没什么成果 那你就说不行啊 我要继续下去啊 但这时候你妈来跟你说相 她就说 哎儿子啊 你这样下去 你这辈子就没有了呢 妈妈替你担心 你要不要干脆换个职业做 或之类的 不要再拼下去了 然后你就跟你妈说 对不起妈妈 我一定要做下去 这件事情 我一定得做到好为止 所以你很棒 你坚持不停 可是同一时间 你对你妈妈也是蛮无情的 这样大家懂意思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两件事情是没有走在一起的 是有的 所以relent是什么 就是relentless的相反嘛 那relent就是 哦好了算了 这就是relent OK 那国王呢 他的形容词不是relentless 因为他并没有坚持不停之类的概念 可是他就是不为所动 所以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形容词 变成是unrelenting so the king was unrelenting 他不动摇 他就是要丢去围攻 好听懂 那minister pleaded 他就去求他了 pleade pleade这个字应该OK 就是 恳求祈求 那他的动词是pleade 低结尾 名词则没有低 所以这两 这个名词跟动词变化非常的有趣 pleade没有低 是名词 也就是恳求祈求 这个我们在法庭片上看得到 所以假设你要求处有罪 求处无罪 就pleade guilty pleade not guilty 之类的 好所以 这个minister就求了 pleade he pleaded please give me 10 days before you throw me to the dogs the king agreed 所以请你给我十天 好 在你把我丢去喂狗钱 给我十天好吗 国王同意了 the king agreed 接下来 in those 10 days 在那十天中 the minister went to the keeper of the dogs and told him he wanted to serve the dogs for the next 10 days 他在那十天中 这minister就去找了看狗的人 然后告诉他 他想要来服务这些狗 在接下来这十天里 the god was baffled 所以这家我就 蛤 怎么会这样 所以baffled就是confused 所以他就很困惑了 你干嘛 but he agreed 他同意 so the minister started feeding the dogs caring for them washing them providing all sorts of comfort for them 所以开始喂这些狗啦 照顾他们 关心他们啦 洗他们啦 washing 提供各种的舒适 providing all sorts of comfort for them so when the 10 days were up 当这十天到了的时候 so the time is up time is up 时间到了 10 days were up 所以up这个字 也有到了的意思 时间到了 我们这边多补充一下 就这个up的用法 time was up 就是时间到了 so the 10 days were up the king ordered that the minister be thrown to the dogs as sentenced 所以这国王就命令 这个minister就被丢去喂狗 如同当初的判决一样 注意你看这里的十泰 order加ed过去式 那这个as sentenced 也是过去式 就如同他被判决一样 那为什么这里这个 the minister be thrown to the dogs 这里是原型逼动词呢 等一下再来讲 所以当他被丢进去的时候 when he was thrown in 丢进去喂狗的时候 everyone was amazed at what they saw 大家都被 大家就每个人看到的景象 给正代了 惊喜到 was amazed the dogs were wagging their tails playing with the condemned minister licking his feet 所以这些狗啊 就摇着尾巴 wagging their tails 跟着他 跟着这个被判决的 这个minister玩 然后还舔他的脚 condemned这个就是被谴责的 这样子 the king was baffled at what he saw 就国王对于 他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样 confusion baffled what happened to the dogs he growled the growled就是咆哮 咆哮着 狗怎么了呢 怎么会这样 the minister then said 这个部长就说了 i served the dogs for only 10 days and they didn't forget my service yet I served you for 10 years and you forgot all at the first mistake 好 所以国王了解他的错误 and replace the dogs with crocodiles 狗王就把狗 换成了鳄鱼 所以鳄鱼应该没有办法 去跟他们拔干净吧 所以这个minister 就被鳄鱼吃掉了 OK 了解他的错误 就换了鳄鱼 好 听懂就好 可以 这笑话就这样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文法 而这个文法是 我们会在全民音简有可能 多疑有可能 高中更是会考的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假设计器 我们就看他写的对的那个句子好了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句子 其实写的没对 他多了一个to在里面 所以这个国王order order是什么 下令对不对 好 我们要讲这个假设计器的概念 其实是 其实是我们中文有时候会把它讲成是命令 要求 主张 呼吁 建议 这些不同的中文词丢来丢去 可是你想一想 要求建议 主张 这些想法 命令 有没有可能 这些都只是你单方面的希望 我命令你去做什么事 我建议你去做什么事 我要求你去做什么事 我呼吁你去做什么事 这些都只是我想要发生的 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到一个状况 就是这些 这些想法后的那个动作 其实可能不见得一定会 如你所愿的成真 这样听懂吗 OK 不是你想要他这样 他就应该一定会这样 所以这一些动词 或者甚至这些名词 我理了几个 这些不是完整的清单 有order demand suggest recommand ask command urge 这些的 我没有列完真的 因为事实上 还有相当多 advise也可以 这些的 所以总之不脱离这个范围 就是我想要把我的意念 灌输到下面这件事情上 你去看个牙医 对不对 你就去好好读一下书 对不对 考试才会考得好 你不要再吃 你吃下去又胖 这些都只是建议 甚至有要求 呼吁这些的 不见得会发生 因此后面这一件事 事情就是你去看牙医 你去看医生 你不要再吃 你去读书 这些动作 通通都变成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而且不一定会成真 既然要变成假设 不见得成真的情况 实态上 他就必须用过去式 所以后面这里对主持动词 他一定会有 不要讲一定 我们理解上 我们习惯性就是 后面会加一个应该 should 所以我建议你应该去看个牙医 I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see the dentist 这没问题 而且不见得会成真 所以这个should 用的是过去式 不用的是should 不用的是can 例如说 你问我说 哎呀我现在肚子痛 我可以干嘛 我说你可以吃个真露丸 你可以吃个 什么张国舟墙 什么胃药之类的 所以I suggest that you can take胃药 这样就不对了 因为那个can用的 就不是假设语器 如果你用could 我认为可以 可是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多半都认为 很死板的认为 只能用should 我个人认为用could 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实在 OK 好所以 在后面接 should 然后加 因为should的关系 当然后面的动词 就变圆形了 主动词是加圆形 这个你懂 而我们另外一个鸡巴的层面 就是我们 我们常常习惯性 把这个should 整个省掉布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里说 the king ordered 过去是 the minister should be thrown to the dogs should不见了 只剩下逼动 只是原型的 as sentence 如同他是被这样的 责罚的 这里用了一个 也是过去是 事实上我想一想 这个sentence 可能并不是最好的 就不是他里面 没有实态 as he was sentenced 所以事实上少了一个 be动词 was he was sentenced 那这个只是一个 被动的形容词 这个不带事态在里面 好 这个大概不是重点 好 希望你有听懂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事实上少了一个should 所以这里的是原型动词 be 我再写两个句子给你看 如果今天 一个秘书跟大家说 大家我们下礼拜一要开会 老板呢 建议大家都准时到 否则的话 他会不开心 所以 所以 秘书就说 I suggest 我建议 that everyone is on time for the meeting 这里就不会是 is咯 对不对 因为这是建议的事情 大家也不定都会配合嘛 所以有些比较皮的 跟老板比较熟的人 真的还是会迟到 也不一定 员工们 everyone 应该是should be on time 而这个should 如果我们把它省掉不写的话 everyone be on time 这个希望你是看得懂的 再给你一句 你的一个男生朋友在哭着牙疼 然后你建议他看医生 然后这件事结束了 你转头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聊聊那个朋友说 我刚看到那个人呜嘴 他怎么一回事 然后你就回答他说 他牙痛了 我建议他去看医生 所以I suggested that he 然后 see the dentist 是正确的答案 你想说 C哦 为什么不是 C是现在是 加个S呢 为什么不是 so呢 事实上so可以 因为他也是过去式 他也就可以表达 那个假设语器 所以其实so也可以是正确的答案 但你绝对可以用c原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里有个should被省掉 好 讲几个例子补充一下 希望大家是可以理解这个文法 应该没问题 这个就是高中会考 甚至全民音简 或者多亿可能考的东西 好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周见